随着社交媒体网络的发展,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例如YouTube、Instagram、Pinterest、Reddit等都拥有了数以亿计的活跃用户,并存在大量的赚钱机会。 而社交媒体领域的顶级流量拥有者,就是意见领袖、顶级网红,英文名称是Influencer。 这些账号往往拥有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粉丝。 每发布一个新的动态,就会有数万个点赞、留言。 所以,衡量一个社交媒体账号的重要标准就是其拥有的粉丝数、关注度、以及点赞量。 除了自带流量的明星、名人、商业巨头外,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想要获得大量的粉丝和关注,除了发布高质量的内容外, 还要使用必要的社交媒体营销工具,为自己增加粉丝和影响力。 然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都严格控制使用自动软件刷流量、刷点赞等行为。 所以,只有使用真实用户,循序渐进的方法推广社交媒体账号, 才能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获得粉丝数和点赞量的增长。 由于关注、点赞、转发等操作对一个社交媒体账号的发展非常重要。 所以,很多用户都乐意花钱购买真实的粉丝,以及推广服务。 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出售此类社交媒体推广服务。 你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可以轻松赚取差价,日赚200美元。 对于很多需要购买社交媒体推广服务的人来讲, 一般都会通过专门的在线交易网站, 或者自由职业者平台进行购买点赞、涨粉服务。 如果你知道如何建设网站, 就可以搭建一个专门出售此类服务的网站。 例如Instagram、YouTube、Facebook的各种推广营销服务。 由于建设此类网站需要一定的编程知识, CTA交互系统的搭建、支付端口的接入、 充足稳定的货源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学习。 除了搭建网站, 你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出售社交媒体推广服务。 例如通过Freelancer平台发布并出售此类服务。 今天,我主要为大家介绍如何通过Fiverr出售Reddit点赞服务的方法。 Reddit,也就是红迪的推广服务是非常容易完成的, 即使你没有任何经验也可以快速上手。 请大家跟着我进行操作。 大家好,小微为你带来2022年最新网络赚钱方法和技巧。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并打开提醒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个赚钱机会了。 Reddit是一个知名的社交媒体网站, 通过用户自动发掘内容和分享的平台。 用户可以通过点赞或点彩来进行投票, 获得点赞多的帖子会取得更高的排名。 其中Upvote就是为别人的帖子点赞。 如果你发现一篇文章很有用, 通过Upvote可以让这篇文章的人气上升。 如果你认为这篇文章很差劲, 就可以点击Downvote,也就是点彩。 只要有足够多的点赞量, 这篇文章就会取得一个很高的排名。 而排名对Reddit营销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在Fiverr出售Reddit Upvotes服务。 任务的标题可以设置为 I will do Reddit promotion to boost Reddit upvotes organically, 也就是以正规的方法增加点赞量。 服务价格可以设置为 每20个点赞5美元,每100个点赞55美元。 然后,设置一段Geek任务描述文字。 主要内容是描述任务的时效性、价格等内容, 我会把这段文字放在视频下方供大家参考。 现在,我们就可以发布任务,并开始接单了。 在接到订单后, 客户会把特点的Reddit帖子地址发给你, 你只需帮助客户完成点赞工作就可以了。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已经为大家介绍过AdMeFest, 这是一个免费的互赞网站。 你可以在这里完成任务,并获得积分奖励。 只要每天坚持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足够的积分。 每天登录会获得300积分奖励,完成小任务, 推荐新人注册还会有额外的积分,代币奖励。 积累了一定的积分后,你就可以发布任务, 并雇佣AdMeFest用户帮你完成Reddit点赞任务了。 进入MFest的后台页面,点击左上角加Add按钮, 就可以开始发布任务了。 任务类型选择Reddit Upvotes, 国家选项选择默认的全球范围。 标题选择Reddit Upvotes, URL网址一栏填写客户发送的Reddit文章地址。 点击总数设置为20次, 每日点击设置为20次, 价格设置为5积分。 这样,你只需使用100积分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并获得5美元的收入。 根据客户的要求不同, 你可以设置不同数量的任务。 除了使用AdMeFest外, 如果点赞需求量比较大, 你还可以在专门的网站购买服务, 并赚取差价。 打开Google, 搜索ByReddit Upvotes关键字, 就可以看到很多出售此类服务的网站。 打开其中一个网站, 我们可以看到, 每购买100个点赞数, 只需要10美元。 而在Fiverr出售100个点赞, 可以获得55美元。 你只需在接到Fiverr订单后, 从此类网站订购服务, 就可以轻松赚45美元的差价。 每天出售5单, 就可以净赚200美元。 而且, 此类网站都提供了完善的售后服务系统, 并保证可以安全地进行推广, 不会对Reddit账号有任何负面影响。 除了Fiverr外, 你还可以把这项任务发布到更多的自由职业者平台。 例如我们经常提到的Upwork, Freelancer, Flexjobs等网站。 这样, 你就会获得更多的订单。 除了Reddit外, YouTube, TikTok, Instagram, 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 都有大量的用户愿意付费获得点赞和关注。 你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 在自由职业者平台发布此类任务, 并获得更多的订单。 我会在后续的节目里为大家介绍详细的操作方法。 欢迎大家关注本频道并关注节目的更新。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欢迎大家观看本频道的其他赚钱方法。 再见。